近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驻巴西记者布鲁纳·马赛多在直播时遭遇持刀抢劫 当时布鲁纳正在圣保罗连线报道暴雨情况 一名流浪汉出现在拍摄画面中 随后突然靠近布鲁纳掏出一把刀 威胁其交出手机 布鲁纳惊恐万分 使得将手机递给了男子 直播镜头随即切换到街景 流浪汉抢走两部手机后逃离现场 索性布鲁纳并未受伤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